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胜三三两 今天的大盘成交量呢 一样只有五百多亿 只有五百七十七亿 连续三个交易日 这一个盘它的成交量呢 都只有五百多亿 我相信很多人呢 都因此打消了这一个做多 或者打消了进场的一个念头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就算成交量只有五百多亿 我认为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依然充满了机会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很多人或许想选择退出 想要离开 对不对 想要观望 甚至想要去做空 可是其实呢 五百多亿的成交量 仍然由股票大涨 仍然有股票创新高 那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到底是在这个地方 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 一样呢 这个看空 或者一样保守 一样在观望 还是选择去面对这个行情 去思考 要怎么样才能够 从五六百亿的成交量当中 从现阶段的一个环境当中 去赚到钱 王然的选择是后者 我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积极地去寻找机会 而且我认为 其实当大家都在退出的时候 最好的机会 它反而比较容易出现 它反而比较容易去得到 而且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 现在公司呢 也推出了一个 13周年庆的优惠活动 现在公司推出了 成通投雇的 13周年庆的优惠活动 来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做 我认为 在这个地方 是跨出这一步 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么接下来 王然会证明给大家看 就算成交量只有五百多亿 一样有股票在涨 一样有股票在创新高 今天大盘收盘的时候 跌了37点 可是其实涨或者是跌 对王娘来说 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比较看重的是 整体的趋势的发展 今天花点时间 来跟大家谈这一个大盘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这里 今天大盘收盘的时候 跌了38点 那么成交量呢 是五百七十七亿 那看到这一个成交量 应该很多人呢 都缩回去了 对不对 因为又没有人要做 又没有人要买 可是今天大盘 即使跌了38点 即使成交量是五百七十七亿 王娘会员手上的台胜科 涨到了六十八块六 而且呢 创下了波乱新高 你说这一波 大盘的成交量都很大吗 我跟大家说 并没有哦 大盘哦 从这一个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他的成交量 就是形成常态性的萎缩 那其实 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并不是 大盘成交量的多 或者是少 而是这样的成交量 我们能不能够买到股票 我们买股票的一个流动性呢 也没有问题 买卖的流动性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其实你不用在乎 到底成交量是五百亿 还是一千五百亿 对不对 而且呢 在成交量持续萎缩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股票 它的趋势往上 那我问各位 你觉得哪一个重要 是大盘的成交量萎缩比较重要 还是去买进 趋势往上的股票比较重要 我的选择是什么 我的选择是买进 趋势往上的股票 因为我认为 不会所有的股票 都受制于 大盘的成交量能 对不对 如果你说台积电 如果你说 这一个中钢 如果你说统一 那我能够接受 为什么 因为这种全职股 它本来就跟大盘的成交量 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呢 其他的股票呢 就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那你们再看下去哦 这一波大盘 是从 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 成交量开始往下递减 我们可以看到 往下递减的一个趋势 而且最近的这两个礼拜 大盘也都在跌 从9430点 跌到了9204点 那如果最近的两个礼拜 大盘都在跌 然后成交量都在萎缩 而 王良会员手上的台胜科 能够在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从37块涨到68块6 涨幅是85% 那是不是就证明了 即使成交量只有500多亿 即使大盘指数它在做震荡 但是呢 我们如果针对趋势往上的股票 来进行操作 并且持续追踪它趋势的发展 一样能够从市场里头赚到大钱 而且我相信喔 85%的一个涨幅 王良这一波在37块附近 带会员买完到今天为止 台胜科最高涨到68块6 对不对 37块到68块6 王良这一波 针对台胜科的一个操作绩效 应该呢 是全中华民国股票老师里面的冠军了 可是我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为什么 因为王良心里在想的最重要的是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下一档股票在哪里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选 我要在什么样的时机进场 然后呢 然后会员能够从下一档股票身上 去赚到五成 我们要思考是这个 对不对 那么在继续分析这个台胜科之前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大盘 大盘喔 你们来看喔 今天的拉回是到哪里 今天的拉回 是到9204点 那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地方好像要做头 好像要反转了 对不对 我要提供一个 另类的一个 这个观念给大家做参考 其实 现在大家动不动 就在找什么 找这个大盘跌的理由 找这个大盘跌的原因 比如说 前几天呢 大盘曾经拉回 幅度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然后工商时报就说 三大利空冲击 那这三大利空是哪三大利空呢 这三大利空喔 我们来看这里 你想想看 这是不是真的利空喔 受到中共的军机绕台的政治风险升温 还有呢 美股的16日重挫 美国涨一天跌一天 哪有什么 人家昨天创新高 对不对 是最近的第17个交易日创新高 第17次创新高 然后 耶旦的长假效应 这样也是个 人家放假 开开心心的放假 这个是喜事 你也把它当作是利空 所以有中共的飞机 在旁边绕来绕去 美国呢 稍微震荡一下 然后老外呢 放圣诞节 这些就是利空了 我跟你说 这表示什么 找不到了 找不到什么利空 真的 那么在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 更好玩的来 今天大盘尾盘跌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开盘的时候 这些财经的节目呢 一样在找利空 那今天有什么利空 听说有一个 非洲的一个 我们原本的邦交国 一个非洲的国家 那名字我也念不出来 一个黑人公 一个非洲的国家 跟我们断交 跟我们断交 在非洲有一个黑人公 跟我们断交 这个断交 我跟大家说 早上还没有开盘 就有人讲 这个财经节目 就有人在讲 说这个少了一个邦交国 对台北股市 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问你 你减着黑人国 这种邦交国 对我们的股票上 会有什么影响 只不过是怎样 今天尾盘跌了38点 就要拿来牵强附会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整个市场 都在找利空 真的抓到没利空 连中国的军机 在旁边飞一飞 连美国稍微震荡一下 你怎么不说 昨天美国大涨 这个利多 对不对 连老外去放圣诞节 连这个 你一个黑人公 跟我们断交 这要当做是一个利空 所以我能觉得 其实呢 如果这个市场 现在变成是这个样 我跟他说 我反而非常有信心 我反而觉得 这个盘会长 为什么 你找不到嘛 找不到嘛 对不对 找不到呢 就要硬掰嘛 那你们再看下去 王良当初怎么解盘的 这个盘之前曾经拉回过 12月5号 得到9160 那么王良当时跟他说 我看到短期均线 跟长期均线的黄金交叉 这个黄金交叉的出现呢 会引动一波行情 大盘真的涨上去 对不对 涨上去之后 在今天他出现拉回 可是在今天出现拉回 我跟大家说 很多人对9000点的印象是头部 所以大家一心一意地在想利空 一心一意地去想 这个盘 他会做头 然后做头之后会崩跌 对不对 我呢要反过来告诉各位 9000点为什么一定是头部 9000点为什么不能够是底部 请大家想想看哦 我认为9000点呢 它有可能是个底部 那如果它是个底部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思考方向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呢会这么讲 如果你光看到过去这个 这几个月 那大盘是在整理 如果我们看的 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 过去这几年 各位想想看哦 这里差不多就是8800啦 那么之前跌到7203之后 涨上去又拉回 涨上去又拉回 那好不容易产生了突破 结果呢 拉回拉回拉回 都没有再跌破 所以这里叫做什么 我认为现在这里是底部 我们所看到的震荡 其实是一个打底的过程 而且现在大盘的融资水位 这种如果不是底部的融资水位 那什么才是 在配合现在市场的心里面 在配合媒体在找利空 拼命的想找利空 你如果说不下去呢 如果说不下去 我给你说后面就大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盘 我娘还是会做多 我娘还是会很积极的 去寻找机会 那么我想要找的是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待会再回来 回复家元时祝ssä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扣盘价大回馈 倒数计时 恰情最限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斗固 王老师 这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无利 入口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斗固 十三重年轻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与爱护 全面破盘价 大回馈 倒数计时 恰情最限02-2752-5868 2752-5868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兮兮的 爺爺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式能检测 体式能检测 你看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我能在节目当中 没有去分析很多支的股票 没有拿每天最强的股票来讲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这么做 不见得能够赚比较多 反而容易追高杀低 反而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光而已 对不对 也许在今天大家最关注的股票就是涨停板 就是那些最强的 可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如果你真的想从股票上赚到大钱的话 不是去看现在哪一支股票涨停板 而是你要去想 如果我要赚到五成 我要怎么做 比较有可能会赚到五成 那个跟今天股票涨停板没有关系 那跟你怎么去选股票有关系 对不对 要怎么选股票 要选择有波动性的 要怎么选股票 要选择最强的 所谓的强 指的呢 不是他今天要涨停板 指的是跟这一个盘 跟其他的股票 跟同类去做比较 如果他是里面数一数二的 那我们很可能 可以从这当中去逮到机会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选到了股票 他所处的位置 假设呢 他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那你要再去追 其实你心里面会七上八下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他还是在一个底部 你能够轻易的去辨认出来 他是在底部的强势股的话 那随着他的题材发酵 那很可能就能够赚到五成 我们今天把五成当作是一个基本的目标 因为或许很多人赚到五%就想要卖股票了 可是你要赚十次五% 你才有可能去赚到五成 可是为了赚到十次五% 你看到进进出出多少次 对不对 可是进出的次数越多 我跟大家说 频繁进出的话 十读九书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降低 自己操作的一个频率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降低了操作的频率 我们就必须要设法 从单一的股票身上去赚到大钱 那么对很多人来说 今天股票是有风险的 所以大家会害怕 好像我做短线的话比较安全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你们听王良讲 你们思考看看 王良讲有没有道理 你们看到这一波 王良台胜科 在昨天涨到六十八块钱 创新高 在今天呢 六十八块六又创新高 这一波 王良是在十一月十号的 三十七块钱带会员去买 当时我在买股票的时候 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对不对 那我选了是不是强势股 我相信这是一目了然 那王良心里想的不是 这个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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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我要怎么样 去买到一档最强的股票 我刚刚说过 你想要赚到五成 我们为什么能够赚到五成 为什么能够赚到一倍 你要选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 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 讯到出现的时候 你下去买 你赚到钱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那么这一波的台胜科 王良在三十七块买完之后 一路报到现在 都还没有出 都还没有卖 今天是12月21号 如果在过去这一个多月 我们进出十次股票 我问各位 我们有可能赚到85% 大家想想看 有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做股票 一定有赚钱的时候 也会有赔钱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做的次数越多 那你赔钱的次数 一定会增加 那我希望大家要了解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赚一下5% 我持有个两三天就好了 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明天到底会怎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这种角度 为了要赚5%的角度去做股票的话 那 那接下来 有可能股票一个震荡下来 我跟你说 一支第二万10% 对不对 一支半就15% 那很可能5%没赚到 股票一拉回 15%没了 有可能为了赚5% 结果赔掉15%停损 你们觉得划算吗 是不是不划算 对不对 那我们当初去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赔钱 有 我跟大家说 我买37 这有个低点 这个低点 大约是在35块钱 35 那如果 我今天设定 我今天设定 这一个34块停损 差不多就一成了 对不对 我被跌加 如果它跌到34块我会停损 跌到34块我会停损 那如果它跌下来我停损 我买在这里 如果它跌下来我停损 那我会输多少钱 我有可能会输一成 有可能 可是我要用这一成去拼什么 去拼一个五成的机会 各位想想看 我用一成去拼一个五成的机会 那我有没有可能 我没有可能呢 这一个 这个比较划算 你们再比较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 假设 我们今天讲这个位置做短线 讲这个位置做短线 我们来看这边的k线 看这张k线 一样 假设我在这个位置 那我停损一样设在这里 一样设在34 那37 34 所以如果破34 也许33 有可能 了一成 那我为了要赚五成 为了要赚5% 然后呢 跌破了34块钱 我停损 我要赔掉多少 我要赔掉一成 对不对 为了赚5% 我有可能会赔一成 因为我 我设定的5%的话 就是你37块买 39块就卖掉嘛 那5%嘛 2块嘛 对不对 你把它卖掉 2块你卖掉 这样5% 为了要赚5% 那我所设定的停损点 是一成 那我有可能 为了赚5% 但是这5%不一定赚得到啊 股票会震荡啊 对不对 有时候会有利空啊 连媒体那么会写利空 那我可能会赔掉 赔掉一成 那我来心里想的是 要嘛 我赔一成 要嘛我赚五成 我想法是这样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比较划算啊 我打算好好的去从事股票的波段 顺势操作 所以如果是这么做 如果这么想的话 我跟大家说 我为了要赚5成去承受 我赔掉这一个一成 赔掉10%的风险 跟我为了要赚5% 去承受10%的风险 哪一个比较划算 是不是想要拼5成的比较划算 对不对 所以我来跟大家讲 做股票尽量的 还是要从事波段操作 我来就在这个地方 带会员去买 那当然我在买股票之前 我有所选择 这是我在买股票的前一天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今天每个人想要赚五成 其实我们的股票涨了八成哦 八成五 涨了百分之八十五 你每个人想要赚五成 那我们要去找什么样的股票 有这样的机会 什么样的时机是最好的买点 什么样的股票才能够称之为强势股 让你拥有一个赚五成的机会 要不然 我跟你说 你趁着去承 很多股票还是不会动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找到有波动性的 找到呢 一个真正的强势股 然后找到什么 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下去买 那你说这个行情 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如果不能 我问各位 那我能找到的是什么 我能在十一月十号带会员 去买台胜科 对不对 我心里的想法很简单 要么我赔一成 要么呢 我赚五成 结果股票呢 涨到多少 涨到六十八块六 创波段新高 那如果你说 你明明就是要赚五成而已 为什么 现在给人家多赚了三成五 赚到八成 我跟你说 因为如果你一旦顺势 你就应该放开来做 当我赚四成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我的选择是 我有可能只赚两成 但我有可能赚更多 对不对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选择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比较 但是 我们要去选择是什么 对你最有 最符合你的利益的 最有利益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去做 那就很有可能会成功 而且这个成功呢 有的时候会大到呢 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王良心里想的是什么 是下一个可以赚到五成的机会在哪里 可是这种机会 王良目前已经有四档股票 在我心里头酝酿 我打算要带会员去买 你要有标的 你的标的要够强 你还能够去胜选一个切入的时机 对不对 因为就算赔也不要赔太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问各位 这种机会有可能天天有吗 这种机会有可能天天 可以在电视上讲吗 当然不可能 但这种机会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跨出这一步 来跟着王良做 下一个机会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你参与 我一定会带你们去做 这就是王良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所以如果你想好好的做股票 你觉得王良是一个会做股票 懂股票 知道要怎么做 长头赚钱的股票老师的话 我欢迎你们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